全臺出現缺氮潮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日前致歉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要他為缺氮負責 也呼籲行政院成立缺氮小組 行政院長陳建仁作出承諾 缺氮危機三月初會緩解 陳吉仲表示會全力調度雞蛋到各市場 也做好群溜桿防疫工作 淡蘭空蕩蕩一片一顆雞蛋都沒有 雜貨店看板上寫著下午無點才有雞蛋進貨 老闆表示最近這幾天雞蛋開賣半小時 就會銷售一空 有民眾抱怨 已經一個禮拜買不到蛋 半小時內大概就會賣完了 就大家都是用搶的 因為其實如果今天買不到的話 那我會明天或後天多買一定的量出來 那導致後面根本就買不到 已經滿久都找不到蛋 所以到處問 那你想大概幾天已經沒有買到 一個禮拜都沒買到 全台各地出現缺氮潮 尤其非產地的縣市供應吃緊 雞蛋國家隊被點名成立兩年 仍無法解決缺氮問題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日前致歉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二十二號指出 陳吉仲上任五年 蛋價逐年升高 現在連學童營養午餐都吃不到一顆全蛋 要求行政院成立缺氮小組 針對國內雞蛋需求量高達十二萬箱 目前供應量約十一萬三千箱 還有七千箱的缺口 行政院長陳建仁回應 雞蛋供應受到潛流感 還有季節氣候變遷影響 透過加強橫香調度 飼料玉米減碎等方式 承諾三月初缺氮危機會緩解 外界關注是否動漲淡價 陳吉仲指出淡價是由養雞協會 淡雞失業產銷度 主導委員會來訂定 面對氣候雨情流感 農委會將落實防疫工作 補助勤設設施更新 提升台灣蛋機產業競爭力 記者黃志堅 呈信了王新忠 張國良台北報導 主導委員會